所以你说现在 这个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也看到为什么现在西方世界 开始要进到了乌克兰 要干预最后的援助 因为在时间上面 普丁已经改了一个 5月9号的期限 另外在地点上 决战顿巴斯 为什么决战顿巴斯 相当的明显 是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俄罗斯几乎把所有的火炮 现在都压制在乌冬这一带 你看它会炮轰什么地方 马力波也不用讲 马力波已经被连续轰炸烙衣服 完全不承人寝 他还在照 暴望在你轰炸 不止马力波 像现在几个大城市 一个叫波帕斯纳这个地方 波帕斯纳这个地方 你看乌冬的非常南边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他你看他用什么轰炸 保杰炸他用什么 白鳞蛋 用白鳞蛋 燃烧蛋 这样不断的炮轰 他炮轰什么 乌克兰军队相关的这个阵地 你看夜晚的时候 这个白鳞蛋这样 真的是让人看了毛骨悚然 还不止这个样子 保杰炸事实上他现在炮轰什么 卢比日内势 卢比日内势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来 车程部队进到这个地方 跟乌克兰军方再做一个决战 还不止这样 那卢比日内势有一个地方 他出产了这个硝酸 硝酸化学草 就被像俄罗斯军方 就去那边攻击 他不管你这么多 因为他知道说 我这样攻击下去 不止里面有车程部队 我攻击这个化学草之后 化学草出来的那些 所有的这个烟啊 所有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出来的有毒物体 会伤害到当地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刚刚看的画面 这些都是毒烟 对 这个毒烟 你等于说五光是吸进去 呼吸进去 都会造成伤害的 而且这个呼吸进去的话 可能会中毒 或者是说肺水肿 这样的状况 他不管了 他就轰炸下去 轰炸下去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他算是有点失算 原本他轰炸在这个地方 如比日内这个地方 结果没想到 风是这样吹 就反而吹到原本他控制 吹到俄罗斯 就反而是这样 但是他也不管 反正我现在就是轰炸 先轰炸再说 他完全都已经 所以那个毒烟 漂流的方向 是漂流到俄罗斯的阵地去 对你说好 不管他也不管了 好另外一个 还包轰什么 聂伯罗斯 聂伯罗斯是什么 第四大城 他当然来抛轰第四大城 现在整个城市 机场也完全被毁漫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几乎都把全部的重心 摆在乌东这个地方 他也没有 已经没有在攻击 这个基辅其他城市 他就在乌东这个地方 不断的轰炸 不断的轰炸 做未来的做决战的做准备 所以你说现在俄罗斯 根本就是破冠破摔 你说我犯战争罪 所以现在本来战争约束的 你不可以用白领弹 你不可以用极速弹 你不可以用这种 大规模的杀武器 甚至你不可以用化学武器 他全用了 没错 现在双方已经在乌东 开始零性的这个交火 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军方 公布了一个画面 这画面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原本的这个坦克车 原本的坦克车是这样子 就后来坦克车被攻击之后 后来出现个大爆炸 那为什么出现个大爆炸 有人就说 其实是我击中你之后 导致你这个车上的 所有的这个弹药 着火之后 出现这样一个大爆炸的 这个画面 这是乌克兰军方 公布的这个画面 所以你说现在 在顿巴斯的周围 这种小规模的战争 已经密集在发生了 没错 那事实上 这是卢干斯克 卢干斯克是什么 乌克兰的空军去轰炸 俄军在这个地方的弹药库 所以你看乌克兰的空军 也有出动 他开始就在那边 轰炸卢干斯克 乌克兰的空军出来了 双方当然都要先把 对方的火药库啦 军阳 或者说油弹库 我们前几天的时候 俄罗斯不是轰击了 四个地方的油弹库吗 他们现在是双方 在互相轰炸 不只是互相轰炸 在马利波北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 俄罗斯公布说的 我用什么猎户 做的这个无人机 摧毁他们的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装甲车 但是你知道 那他们这样公布之后 乌克兰军马上不甘示弱 你说你猎户座非常厉害的时候 我就公布 我们拿到猎户座的这个 我们攻击一下猎户座 相关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照片 我们就公布给你看 好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画面是什么 乌克兰的伞兵利用所谓的 英国的这个星官的这个飞机 星官的这个炸弹之下 帮助他成功的这个 击毁了俄罗斯的无人机 你知道他事实上 现在在乌东地方 其实已经零星的开始 为这场大战 再做一个提前交火的这个准备 对 事实上 如果从这一张图片可以看出来 现在在乌克兰大部分的区域里面 其实已经回到了乌克兰政府 做掌控之下 可是现在最关键是 这个区域里面 还有在这个区域里面 小小的这个区域里面 对 变成了未来的决战 谁拿下来 谁就拿下最后的胜利 王杰 事实上整个乌克兰的战役 目前就是决战在乌东这个地方 为什么决战在乌东这个地方 你看现在呢 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军队都撤走 撤走之后他们现在就开始往这几个州 这几个州像别德 别尔哥德罗 还有罗罗内日 还有这个库斯克这个地方 这都在俄罗斯这个地方 他现在军队就全部集结在这边 集结在这边 他准备要往里面打 里面打的话 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城市 一个是这个斯洛维扬斯克 另外一个是195 这两个地区可能会是 未来的决战的这个重点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话 俄罗斯有点劣势 就是他目前的后勤补给是不够 但是他现在回去 他回去整补之后 你知道原本他有这个约末一把 约末有这个29个 这个营战斗群被击败 他们现在把它重新化整为岭 还可以把34个整为一个 所以现在约末有大概40个 这个营战斗群会在这个地方 准备跟乌克兰做一个决战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全部 都把它收缩在这边 但是也有对俄罗斯非常不利 就是说俄罗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这个空降师第247团 他247团这是过去非常重要 他们叫做所谓的培养非常多 空降师师长的这个地方 就没想到这些完全被歼灭 所以你看在整个乌冬大战 要开打之前 其实双方已经是 你来我往的局面了 董事长 现在感觉上就是 那种风雨前的那个地球 充满着速杀的气氛 现在西方媒体就讲 现在一定决战顿巴斯 接下来会有个非常血腥无形的战争 可怕的是 俄罗斯把他的大杀器 两四栋炮弄出来了 你说两四栋弄出来了 那是普丁最后的压箱底 这个炮非常的恐怖 它号称一带一楼 什么叫一带一楼 一个炮弹出去 就把一个大楼 整座楼给你轰掉了 它为什么要轰掉这个 一个炮弹可以把一座大楼给毁掉 因为这个炮弹 两四栋是它的口径 对不对 它的长度 它的炮管的长度六点多米 六点多公尺 你看过 你炮比你当过 你看过炮有六个公尺的炮管了吗 那个多恐怖啊 所以它射程是非常的远 然后爆炸力非常强 然后可以装不同的这个炸弹 不可能的弹头 包花核弹 它这个炮可以装打核弹 你还搞清楚 这两四栋的自走迫极炮 它可以装核弹头 它可以装核弹头 所以它是非常恐怖 然后这一次 初步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轰炸马力波 马力波的 它们据称最后的一个亚 就是亚述营的最后一个据点 是亚述铁工厂 那个铁工厂是很大的工厂 里面能够听说里面 现在还有上千位的亚述营的官兵在里面 跟他们绝不死守不退 那个地方是亚述营的最后堡垒 现在我等于说 普丁要把这个亚述营的最后堡垒给轰炸平 他不跟你再给你打相战了 他把你整个大 整个场地炸烂掉 他把你打成平地 全部给你戒灭掉 所以这是一个目前听到的 最狠的一个大杀气 目前已经搬到这个地方了 要彻底解决玛丽波的最后的问题 那我们再跟你讲 普丁已经下了一个5月9号的使命令 在这个5月9号之前 我一定要取得一个有意义的胜利 但是西方世界乌克兰 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 所以到了5月9号 双方这个紧张关系 就会到了最高点了 我觉得5月9号已经失效了 已经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我看到这个央视整个的说明 他把所有的兵力的调度 全部他们做一个分析 总数量 对 我用结论 因为过程很复杂了 总数量在这个乌东地区 他可以调动大概30万部队 30万人 俄罗斯带30万 包括佣兵等等 全部一起 这个多大的部队集结在这个地方 乌克兰这边呢 要把他利维夫的几个 听说有三四个 这个所谓的作战旅的 一个精锐部队 也要往这边调动 所以全部乌克兰 整个集中在一起的话 大约是在20万部队之中 这是两军决战 现在这个按照中共的 这个军事学家分析出来的数字 看的是这个数字是一回事 可是恐怖是后面的故事更可怕 你看看这个周末发生什么事情 最近发生哪些事情 Bori Johnson跑去打卡 奥地利的总理跑去打卡 这个欧盟领 欧盟的 冯德莱恩去打卡 然后北欧的领袖 NATO的领袖跑去打卡 全部都去了 去打卡 然后更离谱的是干什么 冯德莱恩在上礼拜 打卡的同时 把他最后一个欧盟 参加欧盟的邀请书的 一个questionnaire 一个问答题 丢给了德伦斯基 那不就代表乌克兰 可以进欧盟了吗 对 他讲得很清楚 因为欧盟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题目我丢给你 到你回来的时间 大概要两三年时间来审查 他现在给他开绿灯 他说以前我们都好几年 我他演讲讲的 他说我相信这个 我们以几周作为单位 几周 几周都要参加欧盟 那我请问你一个很简单的条件 今天以乌克兰的财力 你的经济力量有资格参加欧盟吗 没有 不可能嘛 欧盟是一个很 欧盟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体的一个结合体 对 你现在破烂不堪的乌克兰 要战乱不堪乌克兰 他就是让你进来 为什么 他要准备 这里面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他要让欧盟转型来帮助乌克兰 因为欧盟本身的力量 原来的力量 他的军事的所谓的共同防御力量 并不是主题 要逐渐转成他的主题 要取代 要跟这个北约 北约之间要做一个区隔 甚至于合作关系 所以已经很明确的 就是一个这个方向出来 然后另外所有 Bully Johnson等等 所有的这些人都在讲 英国人讲出一个概念 英国要准备推动什么呢 推动英国的租借法案 他摇给武器了 要给无限制 无上限的给 无上限的给 他就是全部借贷 无期借贷 任何武器都给 而且这些武器是什么武器 全部是攻击型武器 所以这个已经打到了 过去以前是用尖射飞弹 哪个什么标枪 什么N-Roll 现在不是这一套的 现在装甲车 什么种武器 通通上场 目前所以你看 美国第一个参议院 通过了租借法案 英国跟着后面就要通过 英国后面通过之后 全部的欧洲国家全部下来 所以已经不是 所以这二十万对三十万的背后的那个意义 是北约跟美国 英国 更离谱的是 冯德兰在波兰开了一个记者会 承诺什么你知道吗 他募款 他把募多少款你知道吧 募一百零一亿的欧元给他得人士机 一百零欧元一百亿的欧元就可以打好久啊 你要看看这个俄国这边的话 一天要打意义 那没打到没有钱 最好打钱嘛 所以这两个战争 我认为在这个顿巴斯战争会打得非常非常惨烈 那这个就在最近这几天 我们大家争大眼睛的 董事长 你看到苏立文也完全不演了 他直接跟米利两个人 居然跟泽伦斯基的高级助理 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通了小时的电话 我就讲我的武器是每天抵达 本来以为说 我只给你刺针 我只给你标枪 你如果要坦克 那还是T7-2 如果你要飞机 那没有办法 最多还是 比如所谓的米格29 可是现在 我都是用什么 我现在完全提供的 都是美规的武器 我不但提供美规的武器 我连训练都帮你做好了 好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 所有的乌克兰方 美方 还有美方的媒体 所有登出来的消息 都一个趋势 告诉你说 这次是顿巴斯会是一个决战 对 顿巴斯战争会很丑陋 会牺牲会很惨烈 对不对 对 那俄罗斯有没有发言 当然有发言 俄罗斯有发言吗 没有发言 没有啊 俄罗斯没讲话 然后第二个 你今天看到一个很长 一个一致长折证的 俄罗斯的这个 从俄罗斯的坦克车 坦克车对 对 从这个 往这个 一致长折证 往对吧斯移动 中间没有人攻击他 安安静静地移动过去了 那我问你 乌克兰有没有能力去 做个骚扰性的攻击 有 当然有 为什么不攻击他呢 好 第三个我问你 他现在把所有的部队集中 根据中央视的报导 今天报导 他有三十万部队跟装甲兵 全部集中在顿巴斯 好 这是一个会战的开始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一个简单的到底 我问你 乌克兰有必要赶时间赶5月9号或几号 要到顿巴斯吗 没有 乌克兰有没有时间压力 没有时间压力 哪有差 你去了 我比较慢来可以吗 大概我们有没有说约好 几月几号在那边拿五十刀 决斗 没有 没有啊 所以乌克兰没有时间压力 是普丁有压力 普丁你要 你自己搞个5月9号 普丁 不是5月9号 普丁要把所有的部队集中在顿巴斯的目的是干什么 普丁目的就是一个目的 他要确保他在这次乌克兰的战果 他要结束这个战争 所以他把固守的乌东跟乌兰地区占领 以后干什么 谈判 这是我的 他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他确保战果是普丁的目的 可是乌克兰的目的是干什么 乌克兰要收复司徒是他的目的 那他现在后面有 有美金 有美式装备 有全世界支持他 你怎么有这些时间 你没差嘛 那晚一个月可不可以 可以 晚三个月可不可以 可是普丁就昏倒了 你怎么越来越压 越来越没钱 对 越来代药越少 而且我补充一个东西 现在不是讲 现在决战对巴斯吗 现在基辅这个地方不都收复了吗 我那天看了一个影片 现在在乌克兰其他的地方 已经开始种小麦了 我不打仗 我种小麦了 我过我正常日子了 对 为什么 所以现在就普丁的目的 已经全世界都看懂了 他只想要乌东跟乌南这个区 跟克里米亚 然后谈判 就是这个 你知道吗 现在在打仗 可是乌克兰很多人 很多人 而且农民讲 我们现在要赶快地跟踪 因为我们要让这个国家赶快复兴 对 所以这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怎么会有一个会战在顿巴斯 当然不可能是会战嘛 没有这个顿巴斯会战的故事 这是宣传战 好 那在干什么 我一定要很请问你 如果你是乌克兰将领 你要去打顿巴斯 你打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你会打城市吗 你不会打城市的嘛 你要打什么 打高价值战争资产 第一个飞机 第二个船舰 第三个坦克车 第四个你的飞弹 就像今天一样 我把你一个营机战斗云 整个端掉 所以他要打的是 这个叫做有声力量 我们讲过 主力部队 主力部队最重要不是人 是钱嘛 你T52 T72 一部装战车 装坦克车多少钱 200万美金 你弹簧刀一个 弹簧刀多少钱 6千块 6千块美金 他打钱嘛 所以这个问题是 攻方跟守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美军要美军一直讲 我们给他我们的 我们的武器 他干什么 他一次在顿巴斯 在乌冬这个地区 用他的新的高科技武器 彻底揭灭掉 俄罗斯的现存的 这些的现存的高价值装备 他把那个高价值装备毁灭掉 这个才是会战的胜利 这不是说我杀你多少人 我把你的装备 装备通通把你毁灭掉 把装甲车干掉 把你的黑海舰队 外面给你干掉 所以他有反舰 所以反舰飞弹都来了 反舰飞弹你看了没有 他有他的防空飞弹 你常常讲 战争的时候 我要摧毁敌人的有声力量 对 这时候就是把俄罗斯的有声力量 彻底摧毁 这就是美军现在设计的东西 他的战争的准备工作 就是要彻底摧毁掉 俄罗斯的有声力量 俄罗斯是想要固守这个地区 让你打不下来 谈判桌上变成南北朝鲜 分裂的乌克兰是他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一次 被美军彻底歼灭掉的时候 我跟你讲 俄罗斯打回石器时代 因为你的整个战力 被我在乌东整个摧毁掉 对 变成三流国家 这是美军主要的目的 对 而且 我当你把这样子完全摧毁之后 第一个 你的石油天然气 以后就卖不掉了 第二个 你武器也卖不掉了 你什么都没了 你那么大的军备 你突然间在一个地区损失了 几百亿上千亿的军事资产 你怎么恢复过来 你要再赚几千亿才能够再买这些东西 就再变成一个彻底的战败国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这个战争是后面高科技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很清楚 打了一个多月 你看到一个什么事情 一个多月你很清楚知道 俄军有什么装备 俄军装备你现在通通可以倒背如流 没错 那我问你美军有什么装备 不知道 还不知道嘛 所以我知道你有什么 你不知道我有什么嘛 所以这个精彩的地方看点 而且可怕在你美军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厉害在这里 所以这看点就是在 美军如何利用这个机会 他一直跟你讲很坚毅的 非常惨烈 你看华尔街日报也放消息 路透社放 到处跟你放消息 日报说我要跟你正面作战 结果到时候可能不会来 可能是原人的飞弹 让你干掉了不知道 可是我认为说 他的作战目标是有身力量 是俄罗斯的主要高价值的装备 所以军事装备叫做钞票 这才有意义 这个战争大家都知道 这个战争一定对俄罗斯 比较有利 在平坦的这个 这个大地上面来说话 你没有树林 过去俄乌克兰都是打着 游击战术 现在你要直接跟他大会战 平原大作战 那你到底准备了什么 我们就跟他讲现在越来越多的重型的武器来到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刚刚英国讲的这个 凹犬的这个防护的巡逻车 包括他们现在还有制空型的这个弹药 类似弹簧刀的这个也要去了 美国弹簧刀的无人机 包括说美洲师的这个无人机 包括澳洲的野外者征服者 还包括说像捷克的这个T72的这个坦克 还有防空火炮 全部都到了 现在斯洛伐克的萨姆300的防空导弹也都去了 所以你看越来越多的重型武器全部都来了 甚至你看北约的秘书长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已经敦促盟国进一步的支持 更多不同类型的这个武器 包括轻型的武器还有重型的武器 重型武器全部都要去了 所以北约 我知道我除了没有派兵进去之外 我已经完全的介入这场战争了 为什么我们给你那么多设备说 那你人员总要训练好 是美国就说我们去训练了 围棋两天的这个训练的时候 训练他们操作弹簧刀 弹簧刀目前已经运到乌克兰境内 所以两天两三天之后 他们就可以开始操作 还不是这样 他们还接受包括说像小型的 这个巡逻艇的这个训练 所以他们也可能在未来的聂伯河上面 正在海岸上面 跟俄罗斯在进行这个最后的这个决战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资料才知道说 原来乌克兰的军人 在美国已经训练非常长的时间了 现在你不只是弹簧刀 不只是镖枪 不只是刺针 现在你连海岸巡防队的河流伏击都学了 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公布了一个照片 你看他说今天早上 我有信和美国训练的 在美国训练的乌克兰军队进行的这个交谈 你看他PO了这个照片 这照片里面来说 就是乌克兰训练的一些这个士兵 你看他们就说 美国会继续跟他们提供相关的需要的帮助 所以美国有帮很多乌克兰的军人 在美国训练 包括说在北约训练非常多军人 现在都进去乌克兰 他当然接下来会操作相当多的武器 但你看他训练什么 他可能有训练神秘的武器啊 神秘武器都已经训练完成 那到底什么是训练神秘的武器 我们就跟他讲一个非常神秘的会议 这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还有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他们在这几天的时候 他跟乌克兰的总统的这个助手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 两个小时的谈话 他们谈什么呢 讲了两个小时 对 他就说 我们现在我们按照优先顺序 检查乌克兰正在寻求了 每一个武器的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日记业给他做 我们交付另外一个在交付的这个过程之中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会交付非常多的武器 包括说你看奥斯丁说 我们已经帮他们训练完成 到底是什么武器会到达乌克兰 这就是可能接下来 在乌东顿巴斯决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而且米利承认哦 他跟这个 不是 苏利文承认跟米利有这个电话 对 而且他讲 现在美国的武器 每天都在抵达 就抵达乌克兰 对 他说我现在在讲话的 现在就像是 今天我这些武器也已经送过去了 而且有一些已经交付了 有一些正在交付当中 是夜以继日的提供我们自己的武器 对你看 然后我们乌克兰提供所需要的东西 以增强他在战场上的实力 并加长期在谈判桌上的实力 所以美国讲得非常清楚嘛 你要在战场上面赢过赢过俄罗斯 你才有在谈判桌上面的这个实力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双方双方怎么决战乌东 真的是已经接下来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看到有个报道 我自己这样的心揪了一下 我吓死了 他居然是吧 有一个美国的前特种作战军官 对 他说他在乌克兰 对 他说乌克兰的军人 看起来 闻起来 藏起来 他就像美国的特种部队 没错 乌克兰国防部都说嘛 事实上现在北约有训练非常多 可以独立思考的这个行动的小单位 还有这个领导人还有士官 那除了这个之外 美国前作战的 前特种作战的这个军官 因为他已经有帮乌克兰训练嘛 他说我们训练出来了 乌克兰的这个特种部队 居然跟美国的 欧洲的非常像 有这个吗 他说藏起来 看起来 还有作战起来 都非常非常像西方的特种部队 好那让他们到底多厉害 最近乌克兰军方就公布了一个照 一个这个影 这个算是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是什么呢 他说4月11号的时候 乌克兰的特种的作战部队 深入到顿巴斯地区 顿巴斯地区是目前俄罗斯控制的区域 他说我们靠一些人 歼灭了约莫 歼灭了第70机动团 机动步兵团 他是这个赢作战营 有800个人 800人结果没想到 这整个人把他摧毁掉了 包括有800人死亡 受伤失踪 还有整个团 就被我们持续的行动力 他身上还公布了一些照片 这照片是什么 歼灭了一个坐在这个 上面的这个 这个装甲车上面的影掌 你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Z字 你现在告诉我 你要决战乌东 你告诉我 你现在已经重兵集结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在4月11号的时候 我就直接进到你的盾内之客 然后我来无影去乌州 一个800人的 第70机动步兵团 全监 他还说你不相信 我公布他的照片 这是第70机动步兵团的团长 营长我就给你讲 所以这绝对是真的一件事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整个乌克兰 在整个美国的训练之下 真的变西方的训练之下 他的特种作战部队 真的不一样 好那实际上 现在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因为乌东这个地方 离俄罗斯补给线 是很近的 所以俄罗斯补给线 是比较好的 但是问题是 你要运到乌东这个地方 对这个乌克兰来说 他补给线比较差 离美国怎么运过去呢 结果人家就问说 那我们这个如果运到 这个乌东的地区的话 我们会比较困难吗 尤其是地形会不一样 那我们最好武器是什么 他说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目前可以 还是可以源源不绝的 每天都有很多物资 从美国还有其他地方 抵达乌克兰 然后我们会多努力的向南 还有向东移动 也就是说向南和向东移动 不会影响到运转 所以我们还会持续的坚持 所以我们的武器 可以顺利的送到乌东跟乌南 对所以美国的意思是说 我们绝对会持续送到那个地方 而且我们讲 数量虽然会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神秘武器都要抵达 所以才讲嘛 接下来的顿巴斯的 这个作战里面来说话 真的是 甚至你看 波罗江振不是去了吗 波罗江振4月9号 去这个基辅的时候 你看他除了这个 熬犬的这个巡皇车 还有星光炸弹的时候 他就说 我会给你更多的杀伤力武器 但是杀伤力武器是什么 他也没有讲 从来跟你讲嘛 接下来美国英国 都提供了那么多武器 接下来的顿巴斯决战 一定是相当相当的受到瞩目